这台测风式包装机是有五个地方 质料、输入、风口区、废料区跟一个电控区 测风机的那个最大的一个 跟刚刚我所介绍的L式的包装机有不同的地方 很明显的是它可以包装无线长 何谓包装无线长 如果一般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水管 工业滤芯或者是长形的木板木条之类的 可以经过这一台 可以使用运用这一台机器设备来做包装 那它会有它一样是质料区输入区 下来就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是远滚刀式的测风 那常常有人会讲远滚刀式 没有错啊 它就是这样滚过去 然后上下都有恒温的一个装置 所以这一台的机器设备的测风跟阵风 它都有恒温的一个管控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被包装物是比较不规则的 像我们现场今天所包装的萝卜 那改天如果你要包花椰菜或者是高丽菜大黄瓜 它的形状也许都会不同 不用担心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垂木式的电盐 它一样会去侦测 然后让它去可以去侦测每一颗的包装物 这中间的带长 然后去去算它的距离 那当然这个在设备上面就可以去用这个人机界面 去做多组的一个时程上面的速度 因为你包装物不同 你时间速度还有包装的数量一定都会不一样 那只要在这边切换的话就可以了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 一样我们请小帮手帮我们跑给大家看 就是说这个萝卜当它这样过去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这个输入区输过去 然后它在旁边这个侧风的圆滚刀的部分 就是旁边侧风 旁边侧风的部分 它跟刚刚那个L式有什么不同 它的线可以让你比较美观 比较不会有产生皱褶 如果你今天是包的产品 背包装物是很高档的 比如说是iPhone手机 甚至于是非常昂贵的酒礼盒 你每个包装物的展现 你都会不一样的时候 它这个整个的背包装物的一个 一个风口线会很平整 而且可以让你在 你要的正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计算磨料的宽度 会比刚刚那个L式的来个节省1到2英级左右的一个原料的宽度 所以在这样子跑完之后 在这上面我们一样还是会有输入进来之后 送出来侦测到 这里有电眼侦测到之后 上面还有一个泡棉式的上压皮带 这个泡棉式的上压皮带 就是要让背包装物非常之稳固的往前送 然后再做后段的一些阵风之后 然后再被送进去热风炉 那当然今天这个设备也是一样我们家的AS系列 刚刚就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还有DS跟FS系列 那所以我们再请小帮手 帮我们跑一次给各位现场的嘉宾看一下 我们这台测风机对于这个长条型的萝卜被包装物 在今天现场的一个展现的一个状态 经过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再经过我们的收缩颅就可以收缩完成了 后面当然也一样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还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一些包装设备跟产线 来跟各位做说明